我假設希望能夠按下哪一個班級自動查詢 這邊有按鈕 按下它自動可以查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如果用那個Filter 因為我們沒有最新的版本 所以不可行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讓它寫程式喔 那程式的話當然你可以從雲端這個地方有沒有 對話切過來有沒有 也可以看到我剛剛的程式 不過這個程式的話 是我沒有刪除啦 那我後來有把一些那個什麼宣告刪掉 然後空白刪掉 那最後好像又加了什麼 加了一個這個就是刪除啦 我是建議這個刪除可能要自己會寫是最簡單 那你就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起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我們的VBA 有沒有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你再加一個按鈕 當你選擇哪一個班級 自動就可以把資料扣過來了 OK 有沒有 那可是就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喔 不要這個按鈕喔 如果沒有這個按鈕 我可不可以直接讓它下拉清單 當它 最好是不是可以喔 這個不要 然後呢 我直接選了一班 它就自動幫我把一班的資料 就列在這個地方了 欸 這個是好問題耶 因為我們好像之前有做過類似的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們有一個那個什麼 飯店管理有沒有 比如說當我下拉清單 選擇一個Booking ID 自動帶出它的其他資料 有沒有 這個前面有講過喔 那我們主要有個概念喔 理論上呢 我如果要執行這個按鈕 執行這個動作 通常就是加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 它去執行 可是如果我今天執行這個程式 並不是在按鈕的狀態喔 而是要當什麼呢 當我觸發 H2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H2有改變的時候喔 那我就去執行對應的SUB 欸 這個程式該如何寫喔 跟各位講喔 跟那個之前講過的那個有點類似 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找到Visual Basic這個地方 那我寫程式的話 通常如果按按鈕一定寫在模組 這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假如我要執行程式 並不是按按鈕喔 而是當什麼呢 當這個工作表 欸 這個工作表的名稱叫SHIT 1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一下模組上方 它會有一個這個什麼 SHIT 1 欸 刮虎啦 主要是看刮虎裡面的名稱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刮虎的名稱叫SHIT 1 就把程式寫在這個位置喔 要怎麼寫喔 把它點開來 那之前我記得好像我們要寫一個喔 就是那個Private 就是那個寫法 如果你 當然你可以用CHARGE V幫你產生啦 不過如果你假設不要CHARGE V幫你產生的話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呢 你直接第一個喔 這個步驟可能比較 稍微複雜一點 第一個先找到這個物件 名稱跟這個一樣 對吧 第二個點兩下之後 找到第一個下拉清單 點選WORKSHIT 指的是它目前這個工作表 所以喔 當這個目前的工作表 那它會跳出兩行程式 欸 它預示好像是什麼 當這個工作表喔 它的這個後面叫程序 或叫事件 什麼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 欸 觸發的那個狀態是什麼 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 Change 就是選舉區被改變 可是我們好像不是選舉區 我們是下拉清單有沒有 它是一個什麼 選舉區改變 所以 啊不 跟著一下 應該是直接改變就可以 所以請你把什麼 第一步先點這裡 第二步呢 請你在點程序的地方喔 找到有個程序叫CHANGE 不要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 是多一個選舉區啦 那我們不要Selection Change 把它改成CHANGE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就變四行啦 不過其中 底下這兩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主要呢 就是 欸 去產生一個事件 所以 叫做 Worksheet Change 啊這個就不要了 這個把它刪掉 OK 這兩行啊 剛剛它自動產生這個不要 那留下什麼 留下這個 Worksheet Change 所以喔 第一個找到它的物件 然後點這個 這個1嘛 這個2 Change 好 這樣就應該很接近啦 不過喔 後面可能還多幾個步驟 你要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當 欸 所以喔 底下可能要自己寫一副 如果什麼呢 它改變的那一個儲存格 那怎麼知道改變那個儲存格喔 那這邊有一個瓜虎裡面有個Target 這個Target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 Target指的是被改變的那一個 那個對象的 那個那個物件 那個儲存格的位置 那所以你可以什麼 Target點 點下去裡面有一個 可以知道說到底哪一個改變喔 我們用 Address好了 它的位置喔 如果假如是 等於好了 等於 哪個儲存格 H2 那記得要用絕對座標 絕對座標就前後都要加前的符號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變動的那個儲存格有改變的話 就是H2改變 才去做底下的動作 反之其他都不做 OK 那這個主要是做什麼 因為喔 如果假設其他儲存格變動 我就不執行 執行什麼呢 執行查詢的動作 可是呢 如果假如是H2的話 那我就讓它去執行剛剛那段程式 可是你說老師 那那段程式怎麼填過來喔 它這個程式這麼攏長 那是不是要把它填過來 其實不用喔 你只需要把它的Sub名稱複製一下 欸 記得喔 Sub後面不是到小瓜糊 這個名稱複製之後 再把它貼到這個if的這個位置下方 這樣就OK了 那或者是說你在前面加一個call call的話就是呼叫啦 OK 就是如果當下拉清單被點選的時候喔 那我就是呼叫查詢的這一段程式的 這個我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這個相對是 假設自己寫啦 雖然程式沒幾行 但是細節還頗多的 試一下看看 那這邊的話呢 我如果不怕說會有萬一 那我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好了 因為有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假設你怕說會寫錯喔 這邊停一下喔 看一下有沒有OK 執行它 當我選了一般 那因為呢 被改變的是H2 所以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喔 被改變的那個target的address 是不是H2 是耶 有沒有 跟兩邊是match 所以如果match的話呢 它就會去觸發這個sub 那這個sub的話它就會跳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所以call它 你就不用把它call過去 它會自己去模組裡面找到這個sub 並且把它執行 所以我底下就讓它全部執行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耶 所以再執行看看 二班 中斷點應該就可以拿掉了 因為就不用再停了 我確定應該是按OK 欸 有了 有沒有 再三班 欸 可以了耶 欸 walk了 要不然按按鈕不用了 有沒有 所以喔 這樣子好像應該會方便很多啦 不過有的時候說真的好像也沒差太多啦 所以這個方法你將來如果會做盡量做啦 我是覺得感覺好像比較 而且這個按鈕都可以把它拿掉了 有沒有 不要的話 這樣看一下 一班 二班 三班 OK了 好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請你把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位置 本來這些沒有的 你寫在第一個 找到它這個一樣的名稱 瓜虎裡面的名稱 點兩下 一 先選這個work sheet 二 再去選change 然後留下這兩行就好了喔 有沒有 work sheet change 把底下兩行delete掉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邏輯判斷寫一下 如果什麼呢 有沒有 那個target addres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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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是 等於h2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前的符號 絕對坐標 然後做什麼 一般如果有if都會加n的if 然後就是再把那個程式執行 這樣就OK了 那一樣我會把這一段程式 一樣貼到這個下方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喔